透过画面看到深夜林姓嫌犯伙同友人 骑车到南港某公司门口 他一个人下车之后 把门口的日本黑松挖走 随后就搭买摩托车扬场而去 隔天公司员工发现 价值4000元的日本黑松被偷 立刻报案 警方寻泄掉一监视器 发现林姓男子涉嫌重大 直接到他家抓人 先来听听看警方的说法 怕警方查货 在尚未变卖前 急以挑剃他处 初不了解 范贤对原意有极大的兴趣 得知日本黑松的价值不菲 偶然行经被害人的公司便起了贪念 趁深夜没有人的时候经过 用徒手挖掘的方式 把松树挖走 没想到他挖完之后两心不安 还连夜把松树丢在别的地方 警方追查 在嫌犯家中 另外起出毒品海洛因跟爱菲他命 全案依照窃盗 跟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依送法办